还有热热那出炮 2017美国南方音乐节 将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展演活动中心举行 台湾之夜的专场将由台湾六组艺人单纲演出 见证台湾好声音 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局长徐一军表示 美国南方音乐节其实在这个流行音乐节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节 那也是非常大的 那主要是它也是一个非常的跨界的一个 交流跟演出的一个地方 那所以对世界各国来讲 其实非常流行音乐节 他们其实有一千 大概每年都有一千五百个艺人 都会到那个地方去演出 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节 今年代表台湾演出的 包括曾经获得金曲奖嘻哈歌手葛仲山 结合雷鬼与原住民音乐特色的Matska 入围最佳新人奖的Hello Nico 新生代灵魂女生黄介伟 电子迷幻乐团孔雀眼 以及曾经代表台湾参加世界DJ大赛的DJ问号等六组艺人 嘻哈歌手葛仲山说 歌手Matska表示 这次将会以母语献唱台湾排湾族的歌谣 并融入流行音乐 让外国朋友认识台湾 Matska还说 台湾之夜在2015年 或主办单位与媒体推举为最出色的表演团队 2016年受到全美三大媒体 ABC、BOX、MBC同步报道宣传 并为全球各媒体转载报道 文化部影视局局长徐怡君表示 这主要目标当然就是让我们台湾的艺人的创作能量 能够被世界看见 那希望他们透过这样的一个交流 一来是他们看见我们的音乐 同时也让我们那些艺人到海外之后 能够看到别人的音乐 也能够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一些激荡的作用 南方音乐节每年吸引世界各地 1500多组的乐团演出 超过15万的人潮涌入参观 创造了2.07亿人民币的产值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